我长大后才不愿去城里生活 你不要再对我唠唠叨叨了 你烦不烦啊 夜兰从上海辞工回到阔别许久的家乡 云南歹足的一个小存在 尽管与繁花的上海相比 这一显得格外的落后和亲亲 但是熟悉的气息 还是引发夜兰诸多感慨 在回去的路上 她碰到一位卖鸡蛋的小女孩 夜兰觉得 这个小女孩和自己的女儿年纪相放 她带着同情买了鸡蛋 并且商业在想给女儿带着零食 分给她一切 可夜兰满缓鸡蛋的回到家时 却发现家里恐无一人 找了许久才发现 他们在在此的庆典上看表演 在嘻嘻浪浪的人群中 夜兰看到女儿兰行和爸爸 面对许久没见的母亲 女儿眼中没有流露出喜悦与惊讶 更多的是一种陌生的树立感 所以兰行回家没有吃饭 就躲进被窝里 一句话也没有说 只有当夜兰问一句 她才回一句 这个情况让夜兰有点难受 因为小时候的男行 就充满机灵和古怪 于是她便问 难道你不想看到妈妈吗 可男行的回答 却让夜兰闭嘴一帅 我不太习惯听你的声音 最熟悉的陌生人 大概莫过于一次 可在半夜 男人还是偷偷摸摸的起来 吃了妈妈带回来的零食 这一幕却说简单 可却让夜兰心头一软 可第二天吃过零食 都一片狼藉的摆在桌上 夜兰对男行的坏毛病感到不满 于是便问爸爸 为什么不管管男行 男儿爸爸却不以为意 拿到准备回家后的安神仪式 因为所有外出者 都要回到寨子 去佛堂安神 祈求保佑 夜兰的回家并没有改变什么 男行像往常一样 走三路到学校上课 到学校后 他拿了一盒巧克力 给顶老师吃 老师择意地掰下一小块尝了尝 聪明的男行 却成绩要求老师 把他的座位从第一排 换到最后一排 他表示 既然老师吃了他的东西 就要帮他办事 而第一排的孩子 都是调皮捣蛋 所以说跟母亲关系疏远 但是 他实在不想听到母亲唠唠叨叨 可老师 完全没有理会他的小聪明 利用数学几横 重新移动巧克力 做成了一片 完好无损的巧克力 并教育男行 要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并且支持的力量 才是最强大的 但因为老师不替自己办事 男行偷走了老师的手机 钱包 等作为包袱 和夜兰暗神后 就会在此的人一起吃饭聊天 这些人一边吃饭 一边把残渣往地上扔 夜兰看着一地脏乱的菜渣 感觉到非常的不舒适 所以 他就独自一人提前离开 晚上 夜兰看着男行和一群孩子 坐在佛堂前 整路迷的 玩着手机游戏 不管夜兰怎么喊 都没有反应 夜兰升级了关了网络 强着手机 喊男行回家 回家后的男行 依旧不死心地在夜兰睡着后 偷偷地拿走手机 男行的举动 夜兰越发的不满 他实在无法理解 为什么女友会变成这副模样 可众和自己长时间在外工作 实施无声的抵抗 他还想教育男行 可却知道 自己现在还没有权利教育 无力量的隔阂 似乎越来越大 而男行做的事情 也越来越过分 他甚至将同伴同学大嘴 给打上住院 他在最后一本热情地跟夜兰解释 是自己不小心弄到的 并且告诉夜兰 大嘴已经不在医院了 夜兰相信了男行说的话 虽然他调皮 但应该 还是诚实了孩子 可其实大嘴 还是医院带着 在回家的路上 夜兰主动尝试和男行沟通 试图了解他的想法 可男行 什么也不说 他就是不想说 女儿的叛逆 让夜兰无可奈何 他的耐心 也在一点一点被摧残 然而他还是想要走进 女儿的内心 反而这段僵硬的关系 他特意开车到学校 接男行回家 并邀请男行的同学 一起回去 而大嘴 也被夜兰给邀请上车 可是上车后的大嘴 就向夜兰抱怨 有关男行的恶心 原来男行在学校 不仅成绩差 还学会了撒谎 和偷东西 最后的结果 就是大嘴被赶下车了 因为夜兰完全不敢相信 自己的女儿 会变成这种样子 压抑学久的陆西 终于在回家后 爆发了 夜兰告诉男行 如果不学好 就进不了大城市 哪怕当个清洁工 都没有人要 可男行的观点却是 我为什么要去大城市 两人永远无法 心灵气和的咬三句 夜兰气愤的 拽门出去 他以为时间能淡忘母女的生疏感 可是时间能改变 男行的恶劣品质吗 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不久后 男行小姨的婚礼在佛堂举行 他和两个同学一起趴在窗户 看夫妻跪拜 也看到了神婆 正把大把的钞票折灯花 供奉在佛祖面前 突然 其中一个同学的奶奶 拉着她的孙女走开 边走 还边警告孙女 不要和男行玩 她的母亲在外面坐着 不干净的事 否则 哪能开车 赚大钱 听到这些话的男行 非常保守 直到深夜 她都没有回家 夜兰四处寻找 最终在网吧 发现了男行和她的同学 不准处于游戏 以至于夜兰站在他们身后 都没有发现 夜兰没有阻止他们玩耍 而是安静地买了包香烟 坐回车上 默默地等待男行 而这一等 就是到了天亮 夜兰什么也没有问 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沉默地 把他们带回家 那没过多久 夜兰就被告知 男行因为偷佛堂里的钱 被警察局给带走了 夜兰在跟着去警局的路上 对男行极尽绝望 他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真的无法管教男行 于是 他便不管不顾的 两车停下来 一步一步地 独自走回家 他已经彻底 放弃男行了 他在想 竟然无法管教女儿 还不如离开这里 去多赚点钱 于是第二天 夜兰就收拾行李 准备离开 可在回城里的路上 他再次看到 那个卖鸡蛋的小女孩 正肯求人 卖鸡蛋 看到这一幕的他 没有自主地 流下了眼泪 如果失去了母亲 男行的将来 或许 就像这个小女孩一样 他最终还却无法狠心离开 而夜兰回去的时候 在此的人 真的击败神明 祈求能够留住 南乡露的姓名 原来在这 从广霸回来没多久 南乡露 就突然卧床不及 会是在此的人 立即请神婆来叫魂 希望能够去除灾痛 但毫无作用 作为领导师 实在看不下去了 带南乡露 去医院检查 而结果 却是神衰竭 由于错过了 最佳制药时期 所以 就很靠药物维持生命 在此的老人 就建议先去请三神 为孩子祈福 没想到三神通火或之口 也受不出解决的方法 只是让大家在 波水节这天 去祭拜师佛 可师佛在五年前 究竟变成了旅游经典 想要祭拜 就需要门票 和婆婆也在这个过程 抱怨米酒和米花的味道 都变了 这寓意着 当地人的纯朴 早就遭到了破坏 而南乡最后 也因为归完钱财 被搅鱼一番 就被释放了 她得知母亲差点离开后 就开始渐渐的 亲亲母亲 他们一起跳舞 一起做祭拜需要的米花 南乡也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 并尝试 改造自己的坏毛病 母医党的关系 似乎 变得融洽起来 一次 南乡最探望 越来越虚弱的南乡路 南乡路并没有痛苦的模样 反而 很是开心 因为父母常年在外 哪怕自己生病 他们也不能回来 可以前生的病 都是小病 这是大病 他们估计会回来了吧 但南乡路的父母 急急忙忙的到家时 南乡路 淡淡的看着他们 一句话 也说不出来 可惜南乡路并没有被吸引女神眷顾 她 还是离开了人世 值得欣慰的是 她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父母 南行对越南说 她不相信南乡路 已经去世了 她甚至都感觉不到悲伤 而越南 同样也感受不到悲伤 是因为南乡路去世后 大伙都在为当初筹备的捐款争论 谁都想要分这一笔钱 就连南乡路的父母 也是如此 尽管已经没有去祭拜十佛的庇佑 但在此的人 还是按计划 上山拜佛 因为这不仅仅是为了死者 更是为了生者 POSE接到了 大家吹吹打打走进曾经共同的石佛 可现在 缺行日旅游区的山里 可遗憾的是 他们没有看到石佛 因为坚持休息 尽管如此 所有人还是坚持完成 祭拜仪式 因为心中有佛 哪里都能祭拜 在一片歌舞声中 南行独自从铁门中钻了进去 越南也跟着南行 来到一个笼洞里 在这里 他们看到了一尊高大的石佛 他们潜程入跪拜完后 开始跳起了特有的舞蹈 两人优美的舞姿 映在了光滑的石壁上 组成了一幅 和谐 宁静的画面 在这一刻 在这一刻 木铃亮的隔阂 好像消失殆尽 他们不再依靠语言去沟通 而是依靠肢体的信息来传递 片名 米花之味 留守儿童一直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 但影片却长出得比较温和 轻松 甚至在这里的留守儿童 还有WiFi 网吧等等 他给我们的留守儿童观念 不再像是以前 贫固的生活 孩子们只能通过一根电线 但沿街前你之外的父母 他们没有办法 总是享受父母的呵护 所以 他们的成长 难免缺乏正确的指导 所以如果能够改变 不要选择放弃 至于其他人 不要再抱怨自己的生活 多么不公 毕竟惨大的人 还有很多很多 好好珍惜你目前的生活 多陪陪你的父母 不要总是到了失去 才开始后悔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那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